俄国士兵在莫斯科红场踏着整齐步伐 八架米格29战机以Z日行飞过天空 为5月9号胜利日阅兵做准备 阅兵彩排上还出现了热核RS-24洲际弹道飞弹 据传可以携带多达10枚弹头 时速达24500公里 可击中12000公里外的目标 如此大秀核武实力 再次凸显引爆核战的隐忧 胜利日是纪念苏联在二战中击败纳粹德国 对俄罗斯来说是象征国力强大的重要日子 乌克兰在3月底也声称 莫斯科下令军队必须在这一天之前取得胜利 然而俄军在长达两个月的交战中接连失利 第二阶段攻势也不如预期顺利 普丁还是端不出值得向俄罗斯人民炫耀的胜利 如今外界都在紧盯 他是会借此关键时刻自找台阶终结战事 还是扩大对乌克兰正式宣战 我相信乌克兰总理责伦斯基 邀请德国总理肖茲在胜利 这个关键时期出访乌克兰 不过肖子表示将会派外交部长访问乌克兰 另外5月8号是纳粹德国投降二战结束的纪念日 柏林警方表示 禁止在8号9号的纪念场合悬挂俄罗斯乌克兰 和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的旗帜 也禁止展示象征俄军的V和Z字标示 乌克兰驻德国大使愤慨表示 将乌克兰和俄罗斯相提并论 等于是打了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的脸 以提出强烈抗议 华语新闻刘米轩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